实地感受耶稣受那全过程格泽玛尼庄园、定罪堂、金免堂、鞭尸堂。 今天是主耶稣受那纪念,我们的耶路撒冷之行,也进入了第六天。 在这一天中,我们将完全按照耶稣当年山园祈祷、受审判、踏上苦路及受难的过程。 实地探访耶稣基督曾经走过的地方格泽玛尼庄园格泽玛尼山园榨橄榄油脂的本耶路撒冷东西伦西旁,靠近橄榄山据说是耶稣基督经常祈祷与默想之处。 园中的八棵巨大的橄榄树在耶稣时期,即存在格泽玛尼庄园是耶路撒冷的一个果, 原根据新约圣经和教会传统耶稣在上十字架的前夜和他的门徒在最后的晚餐之后前往此处祈祷。 根据乐家福音的记载耶稣在格泽玛尼庄园极其忧伤,汗珠如大血点滴落在地上。 格泽玛尼庄园也是耶稣被他的门徒犹达斯出卖的地方。 格泽玛尼庄园位于橄榄山山下,其轮古今天位于耶路撒冷是内万国教堂就位。 于格泽玛尼庄园614年古教堂,被萨山王朝摧毁十字军重现了教堂。 大约在1219年再度被毁,在橄榄山上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Maria Magdalene教堂独特的金色洋葱形屋顶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为纪念他的母亲儿兴建格泽玛尼庄园是早期基督徒朝圣的焦点。 333年匿名的,波尔多朝圣者,前来拜访他的Itinerarium,是基督徒前往圣地朝圣,留下的最早记载在他的Honemasticon Eusebius of C.A.S.R.E.A. 记载格泽玛尼庄园位于橄榄山脚下,又说,信徒习惯于前往此处祈祷,精勉堂精勉堂,Homose耶路撒冷旧城,内的一座罗马天主教教堂位于苦路上是西安修女院的一部分精勉堂外,有一个跨越苦路的古罗马拱门。